大家好我是小飞 怪兽牧场作为光祖国其中之一的一个神秘地带 在这里却成为了很多次怪兽与奥特曼的主战场 原因之一就是这里埋葬了大量被打败的怪兽 他们的躯体虽然已经死了 但他们的灵魂却始终在这一地带游荡 所以很多反败boss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利用怪兽灵魂的怨念 让其实体化从而用来对抗奥特曼 在超银额传说中 贝利亚就曾来到了这里 他用终极战斗仪召唤出了100头怪兽的灵魂帖 莫米优斯和赛文以及初代与其对抗 只见贝利亚只需坐在高山旁观 就弄得赛文他们狼狈不堪 但由于怪兽只是精神能量化的灵魂帖 所以战斗力并不如生前 只要被赛文他们击中要害 怪兽很快就会飞灰烟灭 但最后由于寡不敌众 赛文奥特曼还是倒在了贝利亚的魔藻之下 而就在此时 赛文的儿子赛罗奥特曼闪亮登场了 一登场就展示了光祖国 年轻且最强战士的实力 小怪兽们完全不是赛罗的对手 贝利亚最终也倒在了赛罗的大招之下 而在赛罗奥特曼格德中 赛罗再一次来到了怪兽牧场 这一次同样有一个反派Boss在这里捣乱 这就是百特性人古朗西埃 他精心挑选召唤出了四个强大的怪兽 雷德王 加鲁贝洛斯 加恩Q 贝姆斯塔 就是为了对付赛罗奥特曼 但也一一被赛罗奥特曼给打败了 最后赛罗终于明白了戴拉和高斯 给予自己的力量的意义 从而打败了百特性人古朗西埃 怪兽牧场之所以成为各个Boss们常来的地方 也就是看中了这里 有道法的怪兽灵魂铁可以被利用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转发关注 咱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